想不到這個何威廉 原來是ICAC的臥底 一幕後大佬還沒捉到 但起碼我們清楚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一隻煙, 兩隻煙, 三隻煙 奧斯威三條煙 他們怎麼死? 我猜你比我清楚了 我不想你做第四條煙 林艷宇 謝謝, 我想問你 我家裡的喇叭聲音有點混濁 我不是應該買新的和漂亮的線 去調整那些聲音嗎? 你的喇叭放在哪裡? 在客廳的地櫃上面 當然了, 你放在地櫃上面 喇叭就搖搖搖搖 聲音想漂亮也困難 那我應該怎麼做? 買幾粒喇叭, 把喇叭放上去 找一陣子的聲音哲喱 在四個角度裝一顆喇叭嗎? 對 不錯, 多少錢? 價錢的東西你要問老闆 我也是來幫忙的 不好意思 賀Sir, 我這麼巧 小姐, 我想你認錯人了 我不是教書的 何慧廉… 幹嘛你現在不認識別人? 你不是想死嗎? 拜天廣眾向我衝刀嗎? 我只是想死你嘛, 要低調 我只要不認識別人的 我只想讓你平淇見 我已經不認識的 我有一個完全不認識 我已經不認識了 我只想你還未認識別人的 想死你了 我沒有想死你 我沒有想死你 你不是事嗎? 我這麼想死你 你不是說我嗎? 我不會想死你 小喇叭換了大喇叭, 高音是否變甜了 低音是否變重了呢 算你了 滿意嗎? 謝謝, 都猜到你沒那麼好死 原來又叫我來做阿四 不是嗎?朋友當然是這麼用的 別管了, 誰叫我悟膠損友 喝東西吧, 損友 話說回來, 我之前真的以為自己悟膠損友 以為你和陳日東同謀合戶 你別這麼得赤 我之前也懷疑OCO的事你有份 你這樣也可以? 大家這麼說吧, 糟糕了 Nelman過來嗎? 媽咪, 是 媽咪 她又來幫忙做喇叭 這麼好?真謝謝你, 待會請你吃東西 不用了, 伯母 我有檸檬茶喝就行了 你怎麼去拿你喝?做點東西吃嘛 你不答應她一整晚了 謝謝伯母, 謝謝你 這個鍊子去哪裡? 我一時忘記了 你小心點 這鍊子是你媽媽傳給我 然後傳給你, 很珍貴的 你脫下戴下, 真麻煩 掉了你就麻煩了, 真的 知道, 我回去戴上吧 記住 你說弄給她吃的? 好… 現在弄 不關你… 好… 謝謝… 好… 什麼情報不給你 哇… 媽媽, 你幹什麼? 沒事, 到處拍攝, 上網 到處拍攝, 上網… 看過… 看過 到處環境而已 你怎麼這麼熱鬧了我?傻瓜嗎? 拍到勾勾 有… 怎麼有? 伯母, 不要緊 讓我下次撿漂亮一點的樣子 讓你再認識 媽媽, 你說在焗蛋糕 是不是差不多了? 吃… 吃 謝謝伯母 謝謝媽媽 你經常跟你媽媽說話, 很不孝頑 我現在幫你做 看得出來 你還不練習慣嗎? 你也知道, 你的樣子不見得到別人 很幽默吧? 對了, 你上次說頸子那件事 我認識那個師父剛剛不在香港 他回來, 我就帶你去找他 好, 謝謝你 不用 不用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什麼? 你說我還能不能回到奧斯威浩呢? 公司不是真的有很多問題嗎? 這個問題… 你知道我不方便說的 明白的, 慢慢來 但我身為律師又要幫他們 他們有很多事情又收心慢慢 讓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多久沒放過長假? 好, 我想要去找你 Merry, Jason 早安, 何Sir 你不歡迎我? 歡迎你, 何Sir 謝謝 謝謝 這是什麼? 是薑 薑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Sir 還有一分鐘 對… 早安… 請客, Sir 謝謝 謝謝 很久沒在這裡跟大家開會 我不在, 大家都挺好 多姿多彩 在網上看到大家很多功能、派對 應酬 來, 和我Sir分吧 欣姐, 你新豬, 新來新豬肉 怎麼樣?最近在哪裡? Sir, 前兩天我朋友婚禮 他不小心給我拍照 照片踢了我 我會盡快叫我刪除了 我已經很久沒拍照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帶我去呢? 對不起, Sir 我妹妹Sandy, 她早幾天生日 她不小心把我的照片上網上升 雖然沒有自拍到我 但是我會叫她快點設立了 幫我和Sandy保祝她生日快樂 謝謝, Sir 對不起, Sir 我之前陪女兒寫在派位 不小心被記者認得 不過我會以後要小心, 避開鏡頭 Sir, 我前陣子報了一個瑜伽考試 之後和同學拍了一張大合照 但是我已經跟他們說了 如果要上載的話 就一定要弄掉我的樣子 總之大家以後小心點 不錯 一說大家都知道有什麼問題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放實相片、視頻上網是很小事 因為做ICAC 就要低調地處理我們的身分 大家不會知道我們的身分部阻光 會對我們日後調查工作有什麼影響 就像我一樣 之前很示威, 我第一身分部阻光 之後那宗案件就很難再走下去 所以如果要破案 大家就要更加努力地去調查和搜證 明白嗎? 是, Sir 我想聽聽 大家最近的工作有什麼進展? 有 上次我們還沒在陳日東的車上 找到林彥瑜的張卡片 我們查過了 林彥瑜是曾經在港交所當行政秘書的 不過一年前已經離職, 移民去廖約 但我們查不到他跟奧斯威的人 有什麼關係 也看過他本地的銀行出入帳記錄 沒有不可疑 那知道他為什麼離職嗎? 他表面上是因為移民 但實際上是跟上司叫梁振華 有安慰的關係 這段地下情報光之後 他就離開了一個勾索 梁振華? 不就是上次股東譜你叫我查的那個人 這件事一定不是這麼簡單 大家快幫我查一下 林彥瑜在海外的資產和財政記錄 是, Sir 你上次叫我查梁振華和岳董買馬的事 我查到他用了一百二十萬 紐西蘭字馬的那隻馬 百二萬紐紙, 六百多萬港幣 為何梁振華這麼有錢? 不過那隻馬不是梁振華存資擁有的 他們是用團體馬的模式購入 總共有六份 分六份, 每人都成求的東西 加上養馬費也挺耐心的 除了這件事, 還查到什麼? 我還查到梁振華透過岳董的關係 在澳洲柏市買一幢三十萬奧子的 服務宿舊名義上是他太太全資擁有 表面上, 我看不到有什麼 實質受他的跡象 那就是說, 他不是用這兩種方式受賄 我們還查到 奧斯威在之前那間古董店 前後買了幾千萬的古董 但是一件都沒有送他出去 不送給人?難道自己收藏嗎? 是, 他們真的放在會議室當風水賊 初步看來 奧斯威擺明就是收了梁振華 幫他上市 但是他們怎麼賺錢呢? 沒錯, 所以現在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盡快找到他們行賄和受賄的方式 大家繼續努力, 好嗎? 是, 師傅 師傅, 這兩棵放在哪裡? 這棵早放在我寫著袋子 那棵在那邊呢? 好 那棵在那邊, 我先弄 你的房間真的越來越多綠色的東西 喜歡, 沒辦法了 我反而覺得房間多點綠色的東西 感覺舒服很多 怎麼了? 滿心事似乎沒事吧? 沒有, 還在想 奧斯威的案件 怎麼可以再做好一點 怎麼可以繼續查下去 這個世界的事 不是你全部都可以控制的 但求無愧於心, 盡了你就行了, 坐 是而已, 但是查了那麼久 那些手足放了那麼多心思 把手足放下去, 到頭來因為我 弄得幾乎斷纏 現在那些小朋友 貪污行他的手法越來越隱蔽 現在這件事還牽涉到廣交所 預算要花多點時間 只是沒想到 奧斯威中間還會牽涉幾宗謀殺案 打亂我們的部署 謀殺案交給警方吧 我們做回自己的事 不要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知道 其實我們已經很肯定 奧斯威集團旗下公司上市的審判 不是, 跟港交所的高層梁靜華 是有些不尋常的關係 只不過還需要一點時間 去搜證他們的行貴方式 繼續努力吧, 我相信你們也行 謝謝師父 最近陳日冬的事, 外面有很多留言 為了公司的形象 你們要想辦法再來解決 是的, 岳董 其實傳訊部已經草擬了新聞稿 準備澄清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看內聯網 蘭律師, 你看看給點意見 你覺得沒問題的, 可以盡快發告 好 陳日冬的職位不可以空置太久 你們人事部看看 或者找外面的獵牢公司想想 知道 總之公司的上市計劃不變 各項的業務要一切正常 明白 沒事了, 你們回去工作吧 華先生 我完成酒樓上去工作之後 我想請個大駕 但現在公司剛剛出事了 很多時候需要你幫忙 我都跟師父說了 我師姐之後會多點過來 有安排就好了 話說回來, 其實你真是能做的 謝謝華先生 進來 岳董, 那隻唐三彩馬到了 放在那裡 這隻馬很漂亮 是, 這隻唐三彩馬跟其他坊間很不一樣 是出於唐代的名師, 金療之手 你又無奈而馬眼, 是雙有補石 是倒一無二的 古董的東西我真的不換內涵 我先生, 我還是出去做事 好 我 岳董, 你不喜歡吃馬擺這個位置 不是, 我是在想那個Delvin 那個古惑仔 想不到是ICCC的外帝 我一直都對他有保留 還是岳董你有眼光 說不要讓你知道太多東西 要不然就真麻煩 雖然如此 但是他潛覆了這麼久 應該知道不少東西 可以保留的, 就盡量保留吧 知道 就在這兒了 就在這兒了 帶他 是 真是那個Nelvin 難怪他這麼好心 送一張S記憶卡給我們 原來有目的 張哥,麻煩你 好,沒事,摸檔,麻煩你 你不是說你惡刀身上有收聽器吧 沒問題,安全為上 沒事,摸檔 之前你們說不是要裝那個 反洩聽干要器嗎? 是呀,張哥,馬上裝 是嗎? 經過這幾天的調查 我們終於找到一些資料 我們發現林彥儀在外國 原來有很多資產 不僅在紐約有兩層千多呎的公室 在加州還有一間三千多呎的公室 還有一個秘書竟然可以這麼富貴 他明明是收入與支出不相請 當然了,不過我們還查了她老公 是呀,她老公的公司是做財務的 不過她和她老公半年前已經離婚了 雖然機會不大 但是也有可能離婚,然後婚身交 那倒不一定 因為她老公的公司不是很大 一年也有幾百萬的生業 還有剛剛她的辦公室也退了租 那真的可有可疑 放心吧,Sir 我們已經在她公司工作了 不過經過陳日冬這件事之後 他們變得很小心 還裝了很多反洩庭的器材 我們本來查案給警方就有這個優勢 我們可以不向法庭申請就行洩庭 有沒有呢? 那就事先慣到 什麼意思? 文又不行,武又不行 Sir 梁華Sir,我想問問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先生,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嗎? 阿光呢? 公公今天放假 這位一定是岳先生 公公交大落了,岳先生麻煩這邊請 請坐 岳先生,公公交大落了 阿娘,她說這副眼鏡已經到了 好 不如我幫你洗一下這副眼鏡吧 謝謝 這副眼鏡 我幫你洗澡 那個…鼻托… 看你了 岳先生,你真有眼光了 這個鼻托是最新物料 它戴很久都不會累的 因為它承托力特別好 不如我幫你試試戴 好 我看這邊 我看這邊 等等我 是嗎? 岳先生,你看看 覺得怎麼樣? 挺好,挺舒服 這副眼鏡,岳先生,你得得真的很漂亮 這個款式不是人家可以經過的 是嗎? 是嗎? 真的 你很懂得說話 岳先生 還有我的副眼鏡, 這邊 你的副眼鏡 謝謝 你很專業,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Amy Amy, 下次我買眼鏡一定找你 謝謝岳先生 行 這邊 好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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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的褲眼鏡怎麼樣? 兩個字, 很帥 那就好了, 等了這麼久 也值得的 我想他做夢也想不到 偷聽器裝在鼻塘那裡 想不到現在的偷聽器這麼小 他不僅小, 還有反偵察功能 一般偵察器是無法檢查的 那豈不是萬能? 這種偷聽器也有他的缺點 因為他用高頻率的波段發射 所以覆蓋的範圍相對較小 而且電腦最多只可以維持200小時 鶴Sir, 我回公司了 辛苦你了, 現在情況怎麼樣? 回到公司就傻傻聲, 什麼都聽不到 沒理由 一定是有關要氣, 大家靜一靜 來, 馬董 各項業務都順利了嗎? 陳日東那件事 最初對公司也有一點影響 不過現在慢慢淡化 公司也開始回復正常 好, 這樣就好了 我剛剛也有時想找你 待會古董報見, 到時再聊 全部集員什麼都聽不到 他說什麼古董, 他要什麼見面? 在古董店見面 阿董 阿董已經進去了 看清楚一點, 看看他跟誰見面 阿董 梁靜華, 我看過他的資料 這是梁靜華老婆郭麗芳的 駱先生 大先生 梁先生 梁靜華老婆, 近來怎麼樣? 是睡得不好 放心, 不要焦慮那麼多 自然會睡得好 今天又有新貨島? 是呀, 剛翻了一件青花池 想找你鑑賞一下 青花池我略懂日耳 大家研究一下 看來這個是清朝年代的 好眼光, 是乾隆年間的 應該是乾隆晚期的青花玲瓶池 價錢是多少? 老闆娘說三百萬 你以為那價錢是怎樣? 我覺得應該不止那價錢 那多少, 你自認為合適呢? 這款是文國時期的 瑞士機器老懷錶 這支錶挺漂亮的 多少錢? 嘉Sir, 沒問題 梁太太喜歡的, 就入我掃吧 怎麼回事? 不用多說了 我生一番心意, 你喜歡的, 我就要了它 謝謝我生 不用客氣, 如果梁太太開心 梁先生就開心了 原來鱷董是透過古董錶去行賄 我查過, 梁精華老婆的古董錶 免駕萬八 那就是說我們已經有 鱷董繪魯梁精華的證據? 未必 雖然鱷董真的有送錶給梁精華老婆 但是也不能百分之百 說他們收受利益 為什麼呢? 因為收錶的是梁精華老婆 上腦庭, 她可以跟法官說 說他們倆本身已經有交情 所以送禮物給她, 這樣就可以過關了 我之後也有跟進過 之前鱷董買的古董 全部都送到奧斯威 根本沒有送過給梁精華 那就奇怪了, 你要行賄的 沒可能一萬多元那隻古董錶 他們約去古董店一定有景韻 只不過我們還沒拆解他們 當中有什麼問題 那林嚴如那邊呢? 有沒有查到什麼新的東西? 我查到梁精華跟她雖然分隔兩地 但原來一直都有聯絡 在一個月之前 他們在東京住在同一間酒店和房間 這個梁精華真是風流 免得跟老婆這麼恩愛 抵抵就跟老婆在那裡搞得真 除了這件事,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查到 梁精華還用自己的名字 在東京買了一層一千二呎的樓 查梁精華當時用什麼方法付錢 跟她銀行帳戶有沒有匯款記錄 是, Sir… 劉師傅 偉廉, 有什麼幫到你? 什麼? 行內有名的弄固專家 不是, 很笑 收固專家 劉師傅, 我想問一下 這個鏈嘴能否配合? 挺問的, 這個款式沒推出很久了 你想想辦法, 幫幫他吧 我找了所有行家, 幫你盡量去找 如果找到的, 馬上找你 好 好, 謝謝 另外, 你可否幫我看看 這條項鏈能否修得回? 對, 讓我看看 以我扣 很簡單, 以我的手工 絕對弄得一模一樣 有很多錢都比我還要光顧 不信, 跟我來 給你看看這些東西 又收藏了什麼好東西? 這裡一個個都是名人 不是著事就是主席 來, 看看, 這是一件真品 尤其是這隻 這隻唐三彩馬, 馬眼上傷了石 是不是那個唐代名家金療的作品? 你真是懂得貨 這隻唐三彩馬拿過來的時候 馬頭有點崩崩 讓我一手腳修補好 真的假不了 這隻馬是真品? 是, 絕對是真的 但是我看過我和你那隻一模一樣 那你那隻一定是假的 沒理由的 路斯威沒理由賣假貨的 你說得對, 這件事真是怪怪的 公司上次審批的進度 我已經問過梁靜華 他暫時還沒有決定 那天我和他鑑商那隻幾百萬的青花池 之後他仍然不肯立即答應 日東那件事之後, 他好像有點害怕 那也是人之尚情 況且他是廣交所的高級職業 身分比較敏感 而且又有證監會和ICAC監視 安全一點也合理 對, 岳東, 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昨晚我看見文靈師回他們的公司 放大假, 還晚上回來, 這麼勤勵 對了, 文靜和Lelvin是不是很熟悉? 他們很友善, 友善得像拍拖一樣 事情有點休息, 這樣吧 為什麼突然真的沒聲音? 鐵管偷的電器不行 柯Sir說過, 那顆電池的壽命 只有二百個小時 計算數, 應該差不多時間了 那怎麼辦? 我要一杯鐵觀音 鐵觀音, 好的 不好意思, 自己一點點塞車 謝謝 John, 進入了中式餐廳 現在和岳東聊天 岳東這麼急約他出來 看來有重要事要他做 應該也是 岳東今天都沒有回公司 繼續急著他們 岳東最近喜歡喝茶嗎? 咖啡刺激神經 最近有點焦慮, 不想喝這麼多咖啡 快點聽聽他說什麼 好啊 好啊 柯Sir, 有人在跟著John 這位是重案組的人 沒錯, 是為了敬省一點 重案不是說緊張照片嗎? 為什麼?為什麼還有人跟著他? 不用管他, 各有各組 盡量想辦法聽聽他們說什麼 用你跑得吃東西的, 才是一天真的 一天這樣來說, 我要看清楚 你也不知道, 好嗎? 你現在輸了嗎? 你怎麼是三天還是三天嗎? 好 跟著大半天,被人搭拖子很正常 這個真的搭拖子 又嚇到了 正在來… 你在這裡幹什麼?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ICAC在做事,麻煩你們養一養 真是巧合 我們西九龍重岸組也在做事 麻煩你們養一養 你們幹什麼我不管 總之不要影響我們調查 我們ICAC做事,不需要你們警方同意 其實我也沒想過你的 是你走過來而已 Sir,不好意思 我們根據了一宗很重要的案子 這麼巧?我們也是 對 那好吧,大家都是為市民服務 各有各做 車子走了 還不跟著? 阿琳,你的車子牛龜這麼大 要甩你們就很容易 再不去了 我們的目標是學懂 好 老闆 不好意思 收到 頭,John在摩托加下車 阿琳,我繼續吊著它 師父 坐,先喝杯茶 來,謝謝 你介紹一下 這幅是張大千先生早年的作品 在技巧方面 當然沒有他萬年的作品 那麼勞火純青 不過也很值得收藏 一會兒給你錢 行了,我董跟我說了 那我先走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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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我是電影公司製片 不好意思 不知道可不可以借你的店 畫來拍戲呢? 你拍戲的 但是拍東西是道具,淘寶就行了 我們是大製作 導演要求又高 而且他的畫很有研究 明白,了解 但是我們的畫很貴的 老闆娘不會借地方給你拍戲 不對 我的相熟的行家 他說開高仿畫 你幫助他吧 好,謝謝 不過不知道他的畫 跟剛才那個男人買的畫 有沒有得比呢? 先生,我想你誤會了 那一幅是真跡 價值六百萬 六百萬? 這位先生,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是電影製片的 我想借你舖的畫來拍戲 不好意思,我們舖的東西 從來都不愛借 我剛才這位哥哥說了 是呀,我打算介紹一下 四眼診給他認識 那你是哪間公司的?有沒有卡片? 有… 我們電影公司現在籌備一部藝術電影 好,我問他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的話,再聯絡你 好,謝謝你 不再做生意了 跟著我John整天,有什麼反應? 他除了在古董鋪馬、畫之外 又真的沒什麼可疑 說過了,這幅畫是真的 而且是私人名義,自己購買 怎麼會沒有可疑?你看那個人 歪來歪斜,整隻水母 誰知道什麼叫藝術,賣畫 肯定是另有目的,好 我們估計 之前那幫殺手是John請回來 但一直都沒有證據 現在無緣無故去賣畫? 一定有古怪 又有咖啡喝嗎?有新機子嗎? 不是,見你這麼做得對 特意想你 真的?那我寧願加工資 沒問題,我們還是提及機制 加工資的事很瘋狀 遲些推薦你, 見博還行 好啊, 先聽著 說真的, 叫我進來 真的沒有新案子 就是這樣 本來叫你進來只是喝咖啡 見你突然問起 我就突然想起 就是有個案子可以讓你去做 其實奧斯威這件事 多給我一點時間 我還可以繼續查詢 奧斯威這件案子的關鍵人物 陳日東已經死了 其他殺手全部被抓 所以這件案子結束 表現上是這樣 但是這幾宗不是普通的謀殺案 背後一定還有陰謀 牽涉到商業上的不法操作 以及損害公眾利益 明白, 你說得對 奧斯威這件案子牽涉的層面很多 你說的那件事是商業上的利益 至於危害公眾利益那方面 奧斯威已經查了一年多 現在還在查 雖然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我們寶貴的時間 做回一些我們要做的事呢 奧斯威斯向你投訴? 是 你明白嗎? 我們和奧斯威斯是兩個完全獨立的部門 我們沒有互相合作 但是不過這樣 我們的宗主都是為香港市民和我們 我明白 但是這件案子牽涉幾條人命 如果任由幕後黑手才會犯害 對我們警方是一種賤辱 沒錯, 你說得對 我一直禁中你 就是因為知道你夠拼命 和一種打不死的精神 但是話說 辦案都是要轉彎的 現在是牽涉兩個部門問題 雖然, Sir 我只會查案, 你那些什麼政治的事 我一向都不理 你這個位置不用理 我這個位置要理 你可不可以幫忙 幫幫你阿Sir, 我低調一點 別讓我這麼難做, 行嗎? 我知道你給我咖啡不容易喝 不容易喝, 下次再給你一杯糖 給你… 給你鼓勵那條數字已經轉了開萬群島 再轉幾個圈就去林彥瑜的戶口 而林彥瑜為何給梁振華呢 他就自己搞定了 梁振華有什麼話說? 他也很滿意我們的安排 起初還是有點猶豫 但是收錢之後, 完全沒問題 梁振華也是聰明人 聰明人也要用錢的 現在反而我最擔心的是ICC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擔心 雖然Nelvin曾經做過臥底 但是你一早到他有戒心 他所知的事根本就不多 對公司影響不大 他放過偷聽器在這裡 也不知道他聽過什麼 所以儘量小心點 收到 蘇勒明電影製作公司? 岳董 老闆娘, 那張卡片… 昨天有個自稱是電影製片的人過來 他說想跟我借一些畫畫去拍戲 其實就是想試探一下 John哥買畫的情況 後來我拿了影響卡片 問了行內的朋友 根本沒有這間電影公司 有這種事?他問過什麼? 聽我的伙計說 他問John哥那幅畫, 買了多少錢 好, 我知道了 你們那邊小心點, 再見 岳董, 什麼事? 我懷疑你買畫那天被人跟蹤 有人在調查我們 岳董, 我們寄居 岳董, 我們尋找些感覺 後空短 colours Jessica, 我找謝謝 後面味就這種作用 這次 shortages 剛才事情 這是對的 這個案子我們已經跟了很久 相信你們大Sir應該有跟你們說 就看看他的表演吧